那就看一下 那就看一下啊 灰灰已经追了两个赛点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这局 跳抓被掏回去啊 然后关到墙角 看一下叶峰的压制 差点把自己搭了一面啊 灰灰这个百合折 叶峰猜到了啊 直接下盘 打他落点 看下这边八神跟大猪是战必抓 输雾了啊 出了个六臂 灰灰还呈上了 不定 想空追过来 延迟一下下盘 再延迟一下下A 没有打到 灰灰现在是一个没有气的状态 进角落 看看啊 跳c抓 对 这是 这不带必杀 是吧 一点 二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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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跳身后去抓啊 你说他流这么多气概 刚刚有可能是失误了 K.O. Round3 Ready go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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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腹地啊 会会这下 太远了嘛 赌到一个顺便把气也攒出来了 这波大猪可以缓一缓了 传个气 刚完再攒一个 我怎么感觉这切割可能要没呢 还抢不抢了 再抢了 再抢就没了 残血大猪 残血大猪 已经完成了这个 超额完成指标 这千鹤都快带走了 叶峰估计这千鹤打千鹤要做大买卖了 偷一下 趁着他没气 压在角落 凑一个破防再打他 哎呀哇塞 破防凑得不错 堵了 结束了呢 什么玩意儿 Ny苏 靠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